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是杨女士和严先生 我们首先还是了解两位当事人 有什么诉求需要解决 我儿子要结婚了 给我老婆说就把房子给她要结婚 是怎么个给法 我家就是有三层楼的房子 给她一层 就是随她来的 我老婆是不愿意 那老师们看看能劝动一些 你的诉求是什么 给她我不同意 她间接那个房子全部给她的 那我们两个就分掉 给她一层应该是可以的 你觉得女儿要给女儿第二层给她也可以的 她说的不是说三层楼吗 就给一层给儿子不行 因为我们的农村不会说 姊妹们住在一个楼上 都是一个孩子一套 那为什么是儿子就不行呢 这个小孩子 她抱养的时间我都不同意 领养的孩子是吗 对 杨女士明确表示 她不愿意分给儿子一层房 原因就在于 这个儿子并非亲生的 而是领养的 这还要从19年前说起 当年杨女士和丈夫结婚已经五年 一直未有所出 我们结婚了四五年 没孩子吗 原因是什么 问她是什么 是南方的原因是吗 不是你们不想要孩子 当初没孩子是这样 我婆婆还看不起我 以为是你不能生 是吗 对 进了门都老是穿小鞋 像你干活不让你吃饭一样 虽然是丈夫身体的原因 但是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和面子 杨女士没有说出真相 而是替丈夫背了这个无法生育的黑锅 为此她受尽了婆婆的白眼和指责 到了第六年 丈夫严先生决定领养一个儿子 正是这个儿子 成为了他们夫妻矛盾的导火索 先婚了四五年 没孩子吗 她就上广州打工 给那个小孩子她姑姑就说好了 这个小孩子生了就给你 回来跟我说嘛 我就不要 因为我想生我自己的 你是觉得以后我可能会有是吗 为什么当初你不坚决反对 你同意了呢 我哪里同意啊 我不当家啊 是她一意孤行的结果 是吗 对 这个小孩子我是不要 不要她说那不让你养 也不容你管 所以这小孩子就是她妈带的 她妈知道我们两个 为了这经常会生气的 她就说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 为了她不要再吵了 你们好好过你们的日子 她长大了 她自己买房子造房子 不容你没关 都这样安慰我 就这样就把孩子领养过来了 严先生 把孩子这样放在你父母那 这算怎么回事呢 父母先替我们养吧 养活就可以了 那个时间就是为了减轻老婆的负担 减轻我是妈负担的 你这都是麻烦我的负担 你怎么叫减轻我的负担 不如你照顾了 就不是我等你孩子叫你妈养 你说这减轻我的负担差不多 你这么坚持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以后养老 老了有个依靠 当时没有小孩 后来孩子怎么生活着呢 比如说孩子的学习 那没管没管 孩子的日常 没管 你们从来没有管过孩子 没管过 虽然养在你公公婆婆家 但是你把他看作是什么呢 这个孩子 我什么都不看 也不是邻女 也不是亲女 也没有嫌疑关系 跟你不相干的人 对啊 他呢 在他身边养是没有 他肯定的是被弟弟养了 他挣的钱肯定给他妈了 养这个小孩了 平常回家去 上他妈家里去看看 一直是没有照顾他 都是我老婆老爸照顾他 互动都没互动过 刚才我老婆说 我给他钱什么的 那个时间没有什么钱 拿回家什么东西 都没带 都是空着手回家的 我们一直都没照顾过 角度 你们两个真的是个陌生人 非常帅 你们没觉得这是个问题吗 应该有这个问题 有一点后悔的 感觉是欠他的吧 当初执意要领养儿子的 严先生 把儿子丢给老人后 便撒手不管 没有尽到丝毫父亲的责任 而对于杨女士来说 从一开始 她就对这个养子 关闭了心门 从未接纳 两年后 杨女士通过试管婴儿 生下了一个女儿 更是一心都放在女儿身上 从未关注过这个养子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直照顾孩子的婆婆 年纪越来越大 开始感觉力不从心 于是便再次把矛头指向了杨女士 比文字幕移动 底面 然后釣述 比文字幕移动